大家好,我是世达教育的肉老师 那么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我们有介绍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职工作 就是要制定一定的货币政策 然后保证物价水平的一个平稳 那问题来了 如果物价水平不平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主要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通货膨胀 一个是通货紧缩 那这两个词我相信在座各位同学都非常的了解 都听到过这个词 在财经媒体里面各大媒体都会有所介绍 有所设计 但是有很多人却很难去理解 到底什么是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紧缩 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首先什么是通货膨胀 通货的意思就是钱 膨胀就是太多了 所以通货膨胀的本质的含义就是 钱太多了 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的上涨 那么在我们金融学领域 我们通常会用CPI这个指标 去衡量通货膨胀率 CPI的全称叫做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者物价水平指数 这个指数的话 它是衡量一系列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准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CPI指数越高 我们认为它的通货膨胀率也就越高 比如说1912年 当时五两黄金相当于200块钱大洋 它可以买北京俯城门内的中型的四合院 但是这笔钱放到110年以后的今天 它还可以买四合院吗 注意不可以了 那么当时如果你算上利息 加在一起的话 大概是一公斤左右的黄金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36万人民币 36万人民币 现在这个行情 只能买到北京四合院的一个厕所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物价水平是持续上涨 房价水平也在持续上涨 房价上涨有很多的因素导致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是通货膨胀 央行滥发货币导致货币的贬值 然后通货膨胀率会比较高 有人问了通货膨胀到底会有哪些的恶果 或者说它的一些福利的影响呢 其实很简单 通货膨胀会导致老百姓手上的钱不值钱了 比方说在过去我们一个经济体当中 一共才有100块钱在流通 然后呢有20个鸡蛋 每只鸡蛋差不多价格是在5块钱左右 现在央行多发了一部分的货币 比如说多发了100块钱 那现在流通在市场上的货币 大概是在200块钱 但市场上的鸡蛋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那还是20个鸡蛋 那么每个鸡蛋多少钱 是不是10块钱 所以鸡蛋价格从5块钱涨到了10块钱 是不是物价水平上涨了 那么老百姓购买鸡蛋成本上升了 生活质量有所下降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 那么具体而言通货膨胀有很多很多类型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主要的两类 第一类就是需求拉升型的通货膨胀 第二类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顾名思义就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导致价格上升 那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温哥华的房价 年初的时候一个1400尺的townhouse 在南苏里地区大概可以卖70万加币左右 但是到了年底的话 这套townhouse已经可以卖到100万加币了 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非常高的 房价持续上升 那么其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买房的人特别多 但是卖房的人特别特别少 房源就那么几个 那所有人都要去买它的话 那么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上去了 很有可能一套房子有十几个 二十几个人在抢offer 那价格自然会上去嘛 对吧 这是需求拉升型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种呢 叫做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企业的一些原材料价格上升 企业的员工工资的上涨 导致我们企业不得不提升价格去转价一部分的成本的上升 就会进一步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 这个叫做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都是通货膨胀 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叫什么呢 叫做通货紧缩 那顾名思义就是指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里持续的下降 那有同学说哎呀通货紧缩不是挺好吗 那老板的信手上的钱更值钱了嘛 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没错从短期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好处 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 它并不见得是一个好处 因为企业不愿意生产产品了和服务了 他也不愿意去雇佣那些工人了 就失业率就会上升 然后经济会进入萧条期 很多长时间都不一定能够恢复的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通货膨胀也好 还是通货紧缩也好 都是不好的事情嘛 但是相比较而言 通货紧缩的危害可能会更大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央行都会采取一系列的货币政策 去保持物价水平的平稳而不是下降 而且甚至有一些央行的话 它会以每年2%到3%的温和的通货膨胀率 作为它的目标 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2%到3%的通胀率 是对经济来讲是一件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关内容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我们 世大教育的官方平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